二点再强 没有铲掉 还有反击的机会 没过中线就传球 没有问题 左边也在套上 感动都把球传出来 往中路给过来 卡尔多纳进了进区 卡尔多纳又在赛打 4比2 锁定胜举 最后时刻 现在对大举压上 广州城队打快速反击 卡尔多纳还是收获了进球 轻巧就打了一个角度 收获他本赛季在中超赛场 收获了第三个进球 再来看一下 柳镇里长传出来 一点 防守绝员顶下来 然后往边路 苏文杰 苏文杰传没有问题 因为没过中线 然后往中路横敲一下 这球实际上防守绝员已经第二次跟防到位了 影响了 卡尔多纳再领 再打反向 没有任何办法了 4比2 广州城杀死比赛 一场精彩刺激的对攻大战 在岳秀山体育场上演 最终比分定额在4比2 这个进球之后 咱们应该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 哇 最后时刻 我没有看清中间好像是黄振宇 这次来讲 回头冬中间的大战 没问题 越来越来越多之后 林志逊 速度対面 需求和我 这次来讲 以后 明明星的全世界 的世界大战 现在还没有问题 Ellie 对 她想看清中间 酷嬌的 ただ我真是粉丝的 这次被特别的 但是 这次来讲 这次来讲 哪个人说的 可以 开始来讲 这次来讲